它是方中有缘,缘中有方 让我觉得怎么说怎么像这个 老百姓的鹦鹉螺吗 刘老师 我在朋友圈随便晒了几款浪琴 在三亚发布的新款 没想到最受关注的居然是这些 万表流行力,天书接地气 钟表与奇迹,日内晚标展的内容看够了吗 最近又有一波密集发布 浪琴2023新款万表预览 是在海南万宁办的 就算刨去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捷扣空军1935万表 这次新品发布仍然算是够密集的 而且有两个重大发现 你绝对想不到 关于计时表的按钮布局 还记得我们前面的视频里说过吗 现代计时表的经典布局 是由某个品牌确立的 这个说法可能要修改了 因为早在1925年 浪琴就出了一款非凡计时表 如果有图有真相的话 那么教科书也需要修改了 我们之前说的是哪个品牌 你还记得吗 记得的话 打在弹幕上 另外一个发现 是这样 浪琴让我们看了几款表 说是现在不能报道 我就琢磨啊 会不会是因为这些新款一发布 可能影响到现有款式的销售呢 后来发现我们的摄像机一直没关 所以就 反正我什么都没说啊 至于说弹幕里评论里大家的发言 比如这是什么型号啊 这都是你们说的啊 那个有可能改写教科书的发现 就藏在浪琴表 先行者系列的非凡计时万表的开发背景里 我们马上就要拿过来做开箱了 杀伤性极大啊 关注一下呗 美度在北京一个很潮的酒店办了一个预展 而雷达几乎是在同期在海口搞了一个活动 说实话 这个活动重点不是新款而是 来 金城小姐警报的这边 欢迎您 我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金城 海口的朋友们 Rodal Rich雷达表的伙伴们 大家下午好 我是金城 感慨啊 按说按照家规 我不应该对明星 尤其是女明星感兴趣 但是架不住 同行的媒体总在唠叨 金城也太瘦了吧 女生不都是相望那种骨感吗 看到了金城的真身 我更不理解说他瘦的女生了 我这么拼 还不是为了让观众看一下 自己判断 金城是不是真的那么瘦 但是我们还是想尽了办法 录一下雷达的新款版表 这就是这次雷达活动的海报款 雷达Centrix精粹系列 我们导演选这个地方 也不是什么意思 他说表 亮点是这个表盘 这个表盘是一种太阳纹的立体 表盘让我显得了金城的脸盘 表链这部分是雷达一贯擅长的高科技精密陶瓷 金色的部分是薄油缸 PVD镀金很炫 但是又不用让你掏很多腰包 机芯座升级了 机芯里边这是Niva Crown防磁机芯 动力达到了48小时 而且还是透底 蓝宝石能看到透底 表镜是一体式的 你看它这个表面整个覆盖的整个表壳 上手效果吗 我就不用试了 作为男生应该是特别喜欢这款 我就是这样 雷达的一个传统的款式叫DiaStar 但它有很多亮点 比如说你可能已经看到了机芯 它是叫开放式表盘 说白了就是没有表盘 但是它镜片你仔细看的话 它是多棱面打磨的 也就是镜片上有一些复杂的东西 同样是防旋木效果 Rado这些字样DiaStar 包括毛这个标志 都是印在蓝宝石的背面 表壳亮闪闪的 这是雷达特别擅长的金属陶瓷 又有金属的质感 又有陶瓷的不易磨损的特性 机芯也达到了80小时动力 机械机芯了 这款表的机芯 它的做工是有点奖励的 它的露出的部分 都是有一种高级灰的处理 它既不是传统的度落度老 也不是什么这种打磨 它是用一个比较前卫的设计 就是高级灰的处理 这个术语叫什么 现在还需要再查一下 表背看它那表头 也是同样的处理 也就是高级灰的处理 跟金属陶瓷表格相连接的部分 这个不易钢链带 你们手写又是复合打磨的 你看中间的链接 这是拉丝的 旁边这些是抛光的 戴起来很有质感 这个是雷达的大老板 他说这款也是金属的同款 我说他刚才戴的不是Centrix吗 老板说他两款都戴 她一直在改变 这是非常生活风格 非常具体的设计 Centrix很威丽 很高兴 所以它是两个不同的 所以她非常喜欢两个 真正的角度和Centrix Centrix是软盏的 这就是角度的角度 但两个都在砂米 真正的角度 这个大家不陌生吧 这是我系列 这两款表的名字叫无双 这无双呢 其实你看表盘上这两个横桥 就是无双的意思 如果你看这款表的话 会比较生动一点 这里有一个机芯看起来像满仓机芯 一个略微成方形的表径下 开放式的表盘 好像是一个按照这个壳打造的一个机芯样板 营造一种满仓机芯的效果 但实际上它是用了一个手法 就是在机芯之外这些部分 它做的是跟机芯加板同样处理的方式 看起来显得像一个满仓机芯 你看后面就知道了 它机芯是这个样子 也是很不错的设计 材质你知道 这就是雷达擅长的高科技陶瓷的 通体的都是陶瓷的 这款表有讲头 烧烤完了 OK 也讲表 这款表我们知道 最近在任志环表展上 有一个很重磅的发布 就是有一个品牌的很著名的款式 它是在它的陶瓷表圈上 加上了金属套圈 但是这款雷达表 它做了一个完全反向的操作 我们知道它的表壳表圈都是陶瓷的 这个地方作为酷酷船长的话 它这个外圈牙圈本来是金属 但是这款雷达特意给做成了陶瓷了 就是完全的陶瓷化了 更过分的是什么呢 连这个表冠也从原来的金属表冠 变成了陶瓷表冠了 够陶的吧 机芯就是螺红机芯 开放式表盘 但是这里也有一很有意思的现象 你看它这个石标仿佛是在悬空中 这是怎么回事呢 它实际上是在蓝宝石镜片之下又加了一个蓝宝石 所以它可以悬浮这些石标 万表流行力天书接地气 大家好 我是万表杜瓦的执行主编小张 因为刘老师呢 这次去海南万宁的海边冲浪了 来不了现场 所以给我来给大家做一次口播 我们今天呢 来到了美度表的新品预览会现场 因为是新品预览呢 所以有一部分的新品 这次我们暂时没法跟大家直接讲 大概再过三四个月 美度会有一款重磅新品发布 接下来呢我们就先看一看 这次可以说的几枚美度新款 这一款呢就是美度主推的一枚新品 大家都知道啊 美度官宣了演员王子毅为品牌好友 当时他在官方宣传照里面带的那一款呢 就是这一支 其实这个颜色呢 是当下非常流行的一个表盘配色 大家注意到这个地方 是天文台认证的一个标记 然后我们再看背面 美度已经使用了很久的80机芯 很有代表性啊 然后呢这个地方有一个硅元素的标志 这一款机芯用的是硅油丝 硅油丝加天文台认证 加80小时冻处 这在我们外表度发的测评里面 应该都是加分项 让大家注意看这个表尔的细节啊 这里是抛光的 推面呢是拉丝的 下面这一段也是抛光的 一个表尔两种打磨方式 这在我们外表度发的催病体系里 也是加分项 这就是传说中的快拆表袋 现在美度的新款都配备了 然后安装也很方便 徒手即可完成 拆 装 不需要借助其他工具 上手效果 因为我的手腕比较细 可能看着显大 如果你说你的腕珠在16厘米的话 戴这个还是非常合适的 说正格的啊 机械腕表作为一个传奇 就是在不断被虐的过程中成长的 有买美度机械表的价钱 为什么不买智能手表 穿戴设备呢 美度2023新品预览会 在北京炒酒店举办 包括剁手系列千禧腕表 在内的多款新表亮相 其中还有一款啊 怎么说呢 它是一款运动表 它的表圈呢 你说它方吧 它是方中有缘 缘中有方 正面有拉丝 整个表壳呢 是复合打磨 让我觉得怎么说 怎么像这个 老百姓的鹦鹉螺 卖的老师 这可是你说的啊 不过呢 它跟那个所谓的鹦鹉螺 还是有些区别的 等我们拿到了这款表以后 再给大家做一个深入解读 除了剁手系列千禧腕表 还有大家熟悉的爆款 领航者系列彩虹圈 还有贝伦赛利系列印记款 彬芬马卡龙腕表 还有花锡系列月向腕表 等等新款啊 智能穿戴 分享的是数据 而机械手表分享的是 不插电的传机 OK 你看这个发布 是不是够密集的 感谢大家的关注啊 还是老样的 一键三连 留言互动 谢谢大家 下次见